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在线购物报告显示 10月份 64亿美元的在线消费源自于先买后付 而因为黑五的购物潮 11月的先买后付消费额有望突破单月百亿美元 随着科技公司入场推广先买后付模式 其凭借着更为便捷的申请流程和更低的信用要求 在美国逐渐流行 美国学生及最低收入人群对于先买后付模式的依赖逐渐加深 这也使得这些最低收入人群的债务水平不断累积 然而这些先买后付累积的未还总额 并没有置入传统金融监管的眼下 一旦消费者们还款能力出现问题 不仅将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 也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将巨大不确定性 美国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特雷兹12月6日表示 该州起诉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平台 及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称这家社交媒体公司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 网络引诱和人口贩卖 特雷兹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对Meta社交媒体平台的调查表明 他们不是儿童的安全空间 而是网络猎手交易儿童色情制品 和引诱未成年人进行性行为的主要场所 他称Meta使数十名成年人能够找到 联系并迫使儿童提供自己的色情照片 或参与色情视频 特雷兹表示 扎克伯格和Meta的其他高管 意识到他们的产品可能对年轻用户造成严重伤害 但他们未能对平台做出足够的改变 Meta回应称 他使用先进技术雇佣儿童安全专家 向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报告内容 并与其他公司和执法部门 包括州检察长分享信息和工具 以帮助根除网络猎手Meta表示 仅在8月份 公司就关闭了超过50万个 违反儿童性剥削政策的账户 此外 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奥斯汀克努森5日宣布 该州正在起诉Meta 称Instagram故意让人上瘾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 由于无证移民增多 纽约州和纽约市医疗保险都推出相应优惠政策 从2024年1月1日起 65岁以上的无证移民 如果符合收入标准 则可以申请白卡 申请具体要求为 一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0121美元 总收入资源不超过30182美元 或两人家庭年收入低于27214美元 总收入资源不超过40821美元 怀孕的无证客也可以免费加入白卡计划 并且注册没有时间限制 全年都可以加入 此外 符合条件的移民 如俗称梦想生的 同年迪美暂缓遣返计划的民众 及暂时性居民 都可以根据收入水平申请白卡 以色列军方12月6日在战况通报中说 在过去一天中 以空军轰炸了加沙地带 约250个恐怖组织的目标 包括地道竖井 武装人员 其他军事基础设施等 通报说 以战机5日对加沙地带中部城镇迪尔巴拉赫地区发动袭击 炸死哈马斯和杰哈德多名武装人员 另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6日报道说 以军5日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杰巴里耶难民营 一个住宅区和附近一所学校 造成数十人死伤 6日凌晨 以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 努塞赛特难民营两栋住房 造成6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据巴勒斯坦新闻办公室数据 截至5日傍晚 本轮冲突 共造成1.6万余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巴民防部门说 目前 仍有大量死伤人员被埋在废墟下 以色列方面称 本轮冲突 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